下來對不對 過來 這樣過來對不對 這樣 一個比較大點 給它不一樣 這樣比較好看 要比較輕鬆 所以這兩點 這兩點 稍微區隔會更好 怎麼都一樣看不到 鹽 我有說話說 如果這個口 如果裡面有東西 我們就要讓它出來 這個就出來 如果沒有就把它封起來 好 稍微 大一點點就可以按 很讚 所以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長 這個比較長 鹽不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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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不鹽近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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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成語叫做 鹽不鹽近鹽 鹽不鹽近鹽 為什麼鹽不鹽近鹽呢 為什麼鹽不鹽近鹽 为什么书不敬言 你瞎 写的文字 写的文字 没办法完全表达 心中的意思 那 你的话 又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你 脑海中想要的 想要的 意念 意思是说 言 没有办法完全说出的意思 说出的意思 讲出来 好 输不敬言 生的牌我没有教 你教两顶就好了 你可以休息一下 下礼拜再教 没有啦 我就出来 想要给你看 好 来 好 来 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 好 这头不要太长 好 这不要太长 太长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下半身的长度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更长 这个更长更好看 所以这不可以太长 好 好 这两个如果搬在一起 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更这样写就好了 这样 按就好了 按就好了 不要 不要 撩出 太扁了 好 这有写就好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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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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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正的摆下 哦 那有连续两件 舒服进盐 然后盐补进益 嘿嘿嘿 一斤里面 对对对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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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文坛 这个坛有一点问题 里面是一个孔 所以呢 我们写成这样 里面那是孔的话 我现在是臭别致啦 这样两个的生下 嗯 嗯 这样就好了 好 但是如果你 你 看 看 有那个感觉 你这样起来也可以 嗯 嗯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就像这一块的同样 好 好 嗯 也可以这样 哦 文坛 文坛 素齐 齐素才对 齐素才对 齐素病啦 你真的 现在是怎么摆得病 齐素 齐素 走路对往上走 有时候往下走 可以啦 好 这个素齐 来 带你一下车手 这个位 两位 这个安就好了 那就是素 嘿嘿嘿 哦 这个比较短的 主要的是这一块 然后 日 爬到旁边去 对啊 这样就是素 好不好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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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 一块 到处 点下去 再点一块就好了 这样 对 往这边带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按摩 那一块 那一块 就好了 齐素 齐素 什么人呢 西方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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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教授 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 春夏的很漂亮 白也不错 嗯 好 好 西方苑 这一块 西方苑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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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靠近 对不对 所以你要写 比如说这样写 对不对 你要靠近来 靠近左边才好写 這樣過,到這裡好長沒關係,到這裡下去,往中間靠,才好看 所以如果你往右邊,右邊太長 陽春白野春很漂亮,你有偏右邊的感覺 中山在這裡,偏右邊,大家注意一下 這些字都很漂亮,就是這個陽,太右邊太重 這個轉了轉了比較好看 所以轉了轉了,這樣過來,窄窄的對不對 點一點在這裡,往右邊,這個給過就好了 重新再來中間這裡,這樣才好看 好嗎?好,謝謝 來,這是院長的 聖坤,雲淡風清 白紙寫的,仙子寫的 好,不錯不錯 你要摸一下,兩邊 這個有時候會摸到,出了 這是203,果然 後面比較細 這是後面是不是,這是反面 一直摸不出來 我們年紀稍微大的人 跟年輕人不能比,就是我們皮膚 比較粗糙,不容易去感受它 這比較細 這比較細啊 不是這個,這個比較粗 這個比較細 後面摸起來比較細 所以你皮膚也是,你感度超 所以那個蘇廷生每次來,他說 老師我摸很久,摸不出來 他說你還是寫到背面去 他寫的比較細,對阿 這邊比較細阿 不是的,老師說比較粗 不是的,老師說比較粗 不是的,這邊比較粗 是嗎? 他感覺比較細 他感覺比較細 不是嗎?看不出來 嗯,就是 他說很難做 他揹紙沒有揹得很清楚 好,不錯 距離可以拉近一點,好不好 對,棒蛙,水柳 覺得不錯 稍微拉近一點點會更好 上下不要說是 空間太大 是203嗎? 203嗎? 都不知道嗎? 這次買的 那個行器喔 行器可能跟那個字距有關係 字距 對,如果你的字的距離 如果字距離喔 太開的話,行器會差一點 連不起來 對,所以稍微接近一點,好不好 那這個可能就是說 因為他才28個字嘛 所以比較難寫 因為28個字寫三行比較難寫 尤其是長嘛 所以大概40個字就比較合適 所以28個字會拉太開 要不然你就是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有個長的拉得很長 多一個或兩個 所以你可以拉兩個長的 一個或兩個長的 其他就差不多維持的正常的距離 他字寫得很好 但是這個不要花太多 所以像這個 銀彈風千禁五天這個 五個可以拉長 好 炒出可以這樣 或者是五天拉長 變成這樣 這樣就好 好不好 水柳過錢 因為這幅作品裡面 好多是可以拉長的 所以你可以拉一個或兩個長的 就OK 位置不同 我看老師那個脫弦的弦 在最後面就拉很長 對不起 為了讓它行跡很好 像這些字 你每個字都寫得還不錯 沒錯 字寫得不錯 只是說 這個格式的問題 這個姜怎麼寫 你知道嗎 這樣先寫 這個先寫 這個過來可以寫成這樣 變成這樣 或者是這樣寫 這樣 靠近 靠近來往外 再進來 這樣比較好 左邊要讓右邊的感覺 左邊稍微讓 好 寫得不錯 每個字都很好 那學怎麼寫 來看一下 一二 對不對 從這邊上去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好吧 弦是這樣過來 因為這個門在這裡 這個門在這裡 也可以當做關 也可以當做閒 如果你搭出來 可能就是關比較多一點 裡面可以是一個木 是嗎 可以啊 這個門嘛 這個門嘛 裡面可以一個木 也是閒 分開到 如果你是寫月 也是閒 那是中間的閒 閒一樣 閒一樣 同樣的道理 為什麼 因為日跟月是一樣的 其實 正解是月 月才是閒的 你不出去 或者是這樣才比較對 可是現在很多人 積非成事 這樣是一樣的 因為 你不能說積非成事 因為 約定屬成 就像愛國講勸 我們以為是講勸才對 可是 主播都念卷啊 教育部就從屬說 既然念卷了 一大堆就 也可以念卷 所以 比較沒有說一定的標準 現在好像很多事都這樣 語言 語言文字會生長的 會變化 會隨時時代改變 謝謝 謝謝 好 就像 像現在 現在那個什麼 電力法不是改變說 你調漲的空間 不能超過六胖 這個電力法 以前規定是這樣 對 可是民進黨 人多數以後 他就把它改掉 天花板改掉 他就是漲超過十嗎 沒有什麼辦法 昨天又開始漲價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啊 是喔 事業要開始漲了 我兒子回來 那很擔心 所以你們的那個 冷氣卡 放進去 就 電費就開始消耗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本來 一百塊的 被人剩下是七八十塊 為什麼 因為 電費漲了 可是學校如果還沒有 還沒開始漲 就 就被 翻過去了 可是學校 電費 現在不是這麼點 好 國破三何在 好 那這個破這樣寫 不要站太直 你要站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只是石頭而已 如果你是這樣變成什麼 沒有問題就是有 變成這個有 好不好 對 這個比較像天盤 三何在 這樣看得出來 這樣對不對 到這裡旁邊喔 好 炒木生 這個炒怎麼選上 炒這樣 這樣對不對 這是炒豬頭 這樣就好了 炒木生 阿生呢其實更簡單 這樣就好了 好 因為炒書喔 有時候會讓人家很懶惰 不想想把人家都安都好 這個可以 你看看 石花劍內 這個劍很麻煩 怎麼多次安都好 上去 對 因為它的方向線是往右上去 所以安都好 所以炒得太多 人家的錢在下 這個飾量就多千斤了 往下 不要弄兩點 裂 裂 裂掉一顆就好 不要掉兩顆 這樣 有了 往這邊帶 這樣好不好 這樣就好 一點點 安全 一點點就好 趕石花劍內 恨別 鳥金星 別呢 這個別 別 哈哈 這別是 別是一個口 所以你要記得 別是用力的分開 然後刀子把它劃下去就別 那怎麼辦呢 口在這裡 這樣對不對 下來 本來往下 可是呢 可是呢 他的方向線是 到這裡帶這個地方 帶這個地方 你要記得 刀部 寸部 通通用這個方式 這件日文叫做什麼 所以 有刀部 有寸部 通通都可以用 烏 對 你對 欸 彎一下 點一下就好 對 所以呢 口 一個挑點 再一個賠點 彎了一下 再點一下 就可以了 別 那有的人說 那老師 別 這樣就好 別 這樣就好 經 這樣 嗯 經 這個是毛 這是經 上面這個是經 分別 這個經要會寫 來看一下 嗯 經 這個先寫 這樣 這樣 這個是馬頭 馬頭 馬身 這樣就好 嗯 當然如果你要寫複雜一點 就是說行書嘛 好 這樣好 到這裡 然後他 左邊長 但是窄 長 但是窄 右邊 縮短上去 然後呢 一個馬 一二三 往過來 這樣 這樣就好 所以這是行書 這是草書 這是草書 所以 看你的選擇 有的人會說 我通通草書 但是草書有一個缺點 就是只有線條 看不到那個肉 看不到那個肉 身體上的肉 喔 所以 這比較漂亮 這比較漂亮 這比較有線條 這樣而已 風火連三葉 還不錯啊 喔 連三葉 加蘇抵萬斤 好 這個 這個月啊 因為我們可以 姿態可以擺成這樣 對不對 也可以一點就好 也可以兩點 也可以這樣 不一定要擺得很正 加蘇 加很漂亮 加蘇抵萬斤 抵 抵少一個字了 少一個 少一個 普通我們都是這樣寫 這樣 這樣 往上提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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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概也可以這樣寫 這樣 也可以喔 一萬斤 白頭 這個頭 這個頭 這是一個洞 洞 可以寫成這樣 如果你要學草書 多按一下 這位 這樣 一二按就好 這個頭 白頭 燒更短 不要燒 燒了就短了 燒更短 從 這樣下 中間往旁邊出來 更短 其實短這邊 對 這邊可以更簡單 這樣而已 三點 這個短 三點 跟齊很像 不是 跟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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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點是孔 跟姿 三點是痘 你看 喔 你看 好 文育不勝瞻 育呢 育這個 這樣滾 這樣就好了 這樣滾 這樣就好了 這個兩個 這個多 比較長一點 這樣就好了 文育不勝瞻 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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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這樣 下來 上去 下來 可以下來一個日 也可以畫一條橫線 草書 這樣呢 這個是一個街 街吧 所以 有時候沒道理 他就這樣 在竹旁的這個街 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就是這樣寫 嗯 就是 有些草書啊 他是 有些人固定是這樣寫 這樣寫 又變成 好像 雞飛的城市 像 趙孟虎有時候會這樣寫啊 趙孟虎下國人覺得說不對啊 因為 他是 宋朝的 那個 親王啊 後來到了 原草以後 還是封他為 這個什麼 叫他去編宋史 但是 因為他 在原草有 宋朝有 有 是王公貴族 啊 原草 李賢夏世美 原草 就是那個蒙古人也不懂 這個文化啊 就錢啊 過去啊 唐 杜子美 五顏 捷具師 兩手 甲城仲春 下函 五千一小數 不錯啊 蠻好的 加油一下啊 很棒 來 這誰的 琼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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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得不錯啊 發明知乎實力 空間 你這個什麼字體 那個 多寶塔 多寶塔 這個再注意一下 這個怎麼注意呢 這個 這樣過來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 樹撇 這樣過來 往上提 切下來 有一個斜斜下來值的對不對 嗯 往這邊帶過來 往後一點點 嗯 重新來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啊 所以呢 這個地方要有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的話 這裏就不好看 嗯 所以寫楷書就是要重視 轉換那個地方 一定要有 力道往下按的感覺 這樣 嗯 這個可以 但是不要太斜 這個可以 但是 這個還好 所以你回家 就要練這個寫法 這樣 往上提 按了一下下 不要太斜 然後從這裡再下來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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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彎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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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旁邊出去 所以它用多一塊肉在這裡 嗯 所以原體 除了 轉亂這個地方 要有一個角度之外 這個地方要有個 出軟的肉 像有功犬也是啊 他們兩個寫法是一樣 可是 程度不一樣 壓下去的力量 程度不一樣 比如說 好 這個 先寫一遍給你看 有一點耐下去 上去 上去 有沒有 這樣 再下來 直的 直的喔 直的下來 下來對不對 要彎了 斜過來 斜過來 嗯 斜過來 你再從旁邊 偷偷的 把它摸出去 喔 好不好 啊 不要怕麻煩 有些 有些楷書 沒有能想像中那麼說 一鼓揍進一筆就刮下來 要稍微兩筆 你看那個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天音章寫得很順 先看